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一的新闻联播时间 大师, 常公子, 开始吧 我们是不是要回答一个读者的问题 其实我上次说中国会内需主动的 他提出一些数据,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补充的数据 好了, 我读一读他的说法 他说香港的内需由1984年已经占了GDP中的60% 到了2011年内需是64% 政府消费是8.7% 资本投资是22.5% 服务出口收入是26.6% 中国的内需长期不足50% 数字不会骗人, 只有KOL有 那种分析 因为我说中国的大国必然是靠内需的 然后香港的一个小地方 就必然是不可以靠内需 你看到他举的数字 就是香港的内需是大了 60%变成64% 就是证明香港的经济差了 OK 而中国的内需 为什么叫内需大动? 因为他本身的经济结构是不好的 那就是因为内需本身是未做得好 所以才有机会内循环 而当初我说美国和日本的内循环是不行的 因为内循环已经爆了 明白吗? 所以如果大部分的内循环已经完善了 就是我说日本的经济 内部基金的内循环已经完善了 我曾经说过日本是不能再做内循环 因为内循环已经爆了煲 已经做到最尽了 而中国还有很多内循环的空间 所以他说的数字 就刚刚就是反过来 证明了我说的理论是正确的 是 即是说中国的内循环还有空间做上去 所以他才要再做 如果他现在内需是有80-90% 他的内循环就没得再做了 而香港亦都看见香港那么坏 原来你看见香港那么坏 就是因为你本身这么小的地方 你内部的内需是越来越多 这就证明这个城市就越来越坏了 其实这个数字是不是反映了 香港的内循环都能做到最尽呢 香港的内循环你没得 因为香港的内循环是一个城市 你不是一个大国 你必然你在外面的communication 是比较多些 即是那个tray是比较多些 所以就证明了 即是说这些figure 就是证明了我的理论是正确的 是 我当初的时候没有figure 他提出的figure 就刚刚再次证明了我说的理论是正确的 OK 那也是合理的 今早就发生了一些事 其实都是一些最新的新闻 就是这个 九龙区的大塞车 今早大家上班都知道 8点多的时候 就塞到搞到10点 整个九龙就瘫痪了 那理由就是 洪水里面坏了巴士 因为是红雨 也有红雨 接着就坏了巴士 一路坏坏坏坏坏 整个都塞死了 龙尾就去到威尔斯 即是拖巴士是比较难的 不知道什么事 总之都灌到 整个大佬山都塞了 然后整个九龙就瘫痪了 早上又整个小时 还要上班时间 很多人要下车 转车 都搞得很大事 那是洪水的死结 即是一辆巴士搞掉 很简单 因为我在洪水坏车,我试过一次,驾车在洪水坏车没有机会 我估计处理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如果有巴士,它处理会比较慢一点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转满了整个九龙了 那些人说到半个是西瑞,西瑞都可以截失了 就是很大件事 这些死症也没得搞的,你猜不到这么大件事 这么说我没有 其实交通不是死症来的,交通是绝对有得搞的 不过问题是,如果你搞交通的话,我大约说交通的状况是怎样 你需要改一个思维 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免费房间 如果你要交通没有问题的话 你就必然有一些部分的车是不免费的 就是说你要是一些免费的东西 就是说你有一些空间,平时的时候你是不塞车的话 你要做到,如果平时不塞车就会有些浪费来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肯不肯做大白杖工程 你肯不肯做一些不是那么多 就是说你如果,我也说了 所有大家在这里谴责的大白杖工程 当初的时候,或者现在很塞车的地方 很多人都是谴责大白杖工程 是大白杖工程 当初的时候地铁,我记得林盈子有反对起地铁 是啊,很久以前的事 所以林盈子其实已经是 其实他当时的时候,虽然我也是他的崇拜者 但问题就是,其实他有些事情都挺白痴的 因为他觉得当时没有介入效益 在海底隧道的时候,或者西隧的时候 都有人认为是大白杖 现在就算是东朗进去的那个湾仔妖道 也有很多人说是大白杖,因为小了很多钱 所以其实,所以其实基本上 你如果要不塞车的话 你必须不怕大白杖才行 嗯 就是这件事,这件事就是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一定要有一些空间 就是这么说 你想要一些空间 那些空间就一定要 你只要肯浪费你才有空间 嗯 这个是一个不易的道理 以香港人如果现在这样的思维的话 你不敢做一些浪费的东西 你就永远是那些东西是慢慢紧 或者因为你建立那样东西 是我们几年之后的事 就是说我经常都说 香港的话 你要去做 为什么会有一个塞车的状况 嗯 塞车的状况就是从以来 就是一些民粹的政客 以及一些民粹的 都是政客 就是市民 就是民粹的市民 包括 就是说从民主派 到梁振英 林郑月娥这班人在内 全部都是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嗯 我当然没有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它整件事是这样的 大家是希望起少些路 起少些停车场 迫一些人去乘公共工具 是 这个思维是一向都这么行的 对 所以你根本上就不想 你想你不买车 你以为开车是罪恶来的 那于是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 解决道路问题了 嗯 这个如果你不拨开车 而很多人都认为开车是罪恶来的 嗯 明白 就是私家车是罪恶来的 那你可以禁止私家车 只是巴士走 当然是没问题 可以照做的 或者私家车的排费 那个税 贵到飞起 再加多两倍 是 OK 那你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了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 开车是罪恶的 如果你不解决开车是罪恶这个问题 你永远不能解决塞车的问题 嗯 可以吗 所以本身就是那样东西 整个香港本身是一样反制的 就是说 你应该是 你觉得开车是应该的 嗯 但是呢 实际上 我们 负担不起这个东西 嗯 但是本身不是一个罪恶来的 只不过我们尽量希望 有多些人 至少可以新地去驾驶 嗯 就是你上班通勤的时候 你当然 你最好就不要 嗯 也有很多人也不卖 但是你不能够 减少供应 来去 令到别人 呃 少些车 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的话呢 解决不了这个思维 是永远都会塞车 如果用新加坡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推行 前几年来有听过 什么逢一三五就单数 二四六就双数 可以走 那一招又行不行呢 这些又是一些非常愚蠢的做法 新加坡不愚蠢 香港愚蠢 你仍然是用那个愚蠢的思维 为什么呢 愚蠢的思维就是 新加坡是多了很多路 多了停车场 没有办法才用这个办法的嘛 你不是不停车场 不起利用这个办法的嘛 那现在他经常说香港没有地方 不是的 那新加坡呢 嗯 新加坡呢 你不是说起盡 就起盡了 明白吗 不是 新加坡 你计道路 你计道路和停车场的比例 嗯 和人海比例 是多了香港的一倍以上的 这个当然 OK 那你多起了路 你就去 你不只是需求管理 你供应 你不会减少人 人家增加供应 来需求管理 你减少供应 来需求管理 是不同的嘛 明白吗 这个思维就是 整班人 整班人垃圾 全部香港的人 政客所谓的垃圾 减少建房子 只是希望做需求供应 嗯 就是建少一些房子 大家认为 只要住400呎 一家四口 然后你就只希望 用需求管理去解决 就是建多些公屋 是不建房子 什么叫建多些公屋 现在建多了公屋吗 现在建多了公屋吗 一年建多少个单位 香港人均居住面 只是多少啊 香港人均居住面 只是多少啊 你又建多了房子吗 没有建多了房子 你只是在那里 按楼价而已 你只是需求管理 你没有增加供应 新加坡是增加供应之后 然后再需求管理 OK 没有办法 明白吗 所以整班是垃圾 可以吗 是从整班政客和市民 市民抵死 香港市民抵死 因为你支持这样的想法 是大多人一直在说 每个人都说需求管理 每个人都说开车 每个人都说开车不对 每个人都说住屋是不对 明白吗 每个人都说樓贵而已 每个人都说樓贵 不是需要增加供应 现在香港就是没有供应 简单来说就是 香港没有供应 市民抵死 OK 就这么简单 那怎么可以令到有供应呢 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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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地怎么建 现在什么都不允许 交易公园不允许 所有都不允许 没有地 对 没有地就没有路 明日大雨又不对 交易公园又不允许 所有的地方 你们只是计算数 计算数就是建几个房子 从来没有计算道路 因为大家希望建房子 接着一条公路 一条铁路回去 接着搞定 不用建地 不用建路 那当然永远搞不定 就是将冠路的概念 全部是不用建路 只建公路 只建公路 只建铁路 楼就搞定 OK 那你就搞不定 然后停车场也不用建 那就搞不定 因为我不建议你 我不建议你 铁车嘛 我连停车场也不建 这条铁车就全开了 这条铁车就全开了 这条铁车就没办法 如果不然就司机铁车 就是你永远不增加供应 就解决不了问题 土地供应的问题 也是土地问题 OK 那就是贵山岛要快点起行 贵山岛是 三十年之后的东西 是 因为你要贵山岛的东西去行 嗯 还要去那里 贵山岛等于将香港搬走了 嗯 因为太远 是 明日大嶼会近些 因为他本身附近 你大嶼山 那你就再退一步就是铁车公园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什么 是 那些意思就是 全部都是 Super Seven 不是铁车公园 不是明日大嶼 是全部 全部 全部 什么是全部 你知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你去解釋一下 什么都要 交野公园 拆 市区 重建 旧区 重建 明日大嶼起 全部 什么是全部 就是你有七条女 叫我选一条女 我不跟你选七条女 有七条女 要完美少保 对不对 是全部 当你少得那么重要的时候 当你少得那么重要的时候 你还在管这样 那样 那样 最坏就是不能把所有人坐牢 否则很容易解决 明白 总之反对就坐牢 这个就用来解决 除了共产党这件事 有道理 明白 因为整班人下 每个人都收了 然后就收了 那些 收了 那些地产商的钱 然后那些人 就整班愚民 整班学生 学生比诚 比诚 然后那些教授也是 那你就搞成这样 明白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根本上 就跟他们说那么多 浪费 明白 是全部 你少了不少有办法 你一算人均居住面 没得说 然后就在那里说 不是 其实是分布问题 那些人渣中建华之旅 那些事但都不知道 那些事情 搞到乱七八糟 接着说 分配问题 是分配问题 那你就像共产党那样 没收李嘉诚 没收李兆几万尺 分给大家住 那你就分配问题 你又不可以 你又不可以 没收财产 你又说分配问题 你说什么车 那些人 明白吗 就在这里说 不是人均居住 160多尺不是问题的 是分配问题 每个人都还可以住很多 我就知道分配问题了 你开斗地主 就没有分配问题了 没有斗地主 那个公屋 那个在龙屋住100尺 住50尺 然后李嘉诚住那屋三万尺 那于是你就分配问题 你就将李嘉诚的那屋 分配给 分配给100个龙屋户 那你就解决问题了 你做到什么 你做不到 就不是分配问题了 你就要建新楼 整班人 然后就跟着 整班学生 学生最人渣 最蠢 最白痴 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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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学生最无脑 最不懂 他们以为懂 因为实际上大学生 读了多少年 一个大学生 大学一年班 读过一年书 嗯 因为读中学的人 完全没用的 不计的 不计的 对 你以为大学生读了两年书 大学生不是读了十年书 而是读了两年书 OK 你要这么计 真正是需要思考的年纪 你明白吗 所以大学生 根本就是一群蠢贼 但是他们又不知道自己是蠢贼 以为自己当过大学是很聪明 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 嗯 好 那我们先讲回香港的疫情 一年五天都出现了源头分明的个案 卫生署形容这个疫情 有些半天掉的情况 也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真的 还未能掃除到源头分明的个案 最新 有个22岁的Ivy学生 曾经去过尖沙咀摩地喝酒 另外有一宗就是 有一个泰国来的女士 当她回到泰国的时候 她就感染了 于是追踪了 就发现她来到香港的时候 有一个泰国籍的27岁的家庭主婦 跟她走过街 那这个Ivy学生 和泰国的 确诊的 我们叫做旅行的人 同一时间出现过 在尖沙咀摩地的酒吧 那间酒吧 一向有聘请泰籍的女士陪酒 清楚了 原来香港有泰国人过来旅行 中间是兼职陪酒 不说也不知道 那件事是这样的 又是这些疫情 就是踢白了某些关系 似乎酒吧开了 就成为新的传播的温床 我看过一些新闻 也发觉 原来欧洲的地方 酒吧也是最迟开的 就是知道一开了酒吧 就会 因为酒吧可能有些亲密接触 是什么意思呢 又要不可以戴口罩喝酒 对 就是类似这些东西 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 这个状况是这样的 那个Ivy 学生很开心 为什么读书的时候 没有那么开心 有个27岁的家庭主婦 跟我一起 然后又有泰妹陪诊 确诊 那究竟那个27岁的Ivy 学生 我不知道 那她喝酒而已 她是酒吧喝酒而已 22岁的Ivy 酒吧喝酒很正常的 不是 我自己知道不是不正常 我当然是说合法一点 我只是说现在的学生的生活 很多姿多彩 我不是说不正常 原来尖叉咀咀还有楼上班 有泰国女权手陪酒 我也是刚刚知道 我以为是绝职 你以为是谁陪酒 嗯 以前我们坐桌很多台湾妹 大陆妹 台湾妹 奔妹 当然 那既然有 纯重推理 既然有大陆妹 台湾妹 奔妹 那应该是泰妹 那也很正常 那现在就没有了大陆 哈哈哈哈 那可能是泰国来补充 是啊 始终泰国经济不好 你现在就是妒忌 她生活多知多彩? 我很妒忌 我很妒忌 为什么22岁这么开心 我22岁的时候这么悲苦呢? 我觉得实在是泰国不对 你22岁没有去喝酒的吗? 我22岁有出去喝酒 但是没有陪女 有女陪喝的喝酒 什么啊? 你22岁怎么没有啊? 喝酒和有女陪是两回事 我想我跟你有一个年龄的距离 就是我们22岁出去喝酒 也有很多权手 是吗? 是的 即是去元朗啊 尖沙咀都一生有权手 权手而已 他过来和你猜拳而已 就是猜拳而已 猜拳而已 这个也是叫做权手而已 应该不是陪酒 我想政府搞错了 他是不是什么的? 他是不是非法拘留? 嗯? 他不是啊 他是旅游身份 旅游身份也可以赚钱 也可以陪酒 这个问题是什么? 没有人资约 即是他是合法居留 不过问题 合法在这里 不过问题就是非法工作 没错 我们就是透过这宗 确诊的身份 他就是过来做一个旅游的身份 谁知道过来是有事要做的 那他应该隔离了14天 也很辛苦 所以一定要找回些什么 但是应该这么说 酒吧很危险 我想我第一人已经说了 我没有反对过 我一直说酒吧最危险 现在开车就来了 是的 一开车就来了 那酒吧 那问题就是 酒吧是不是要转型 转业 还是怎样呢? 我想是很惡搞的 因为酒吧是 證明了开吃市是没有事的 嗯 开酒吧就是有事的 是的 现在知道了 是的 但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酒吧业是怎样的 政府被磅水被遣散 还是怎样搞呢? 所以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外国有这么多 西方地区 这么难去控制 因为是酒吧问题 没错了 因为西方喜欢蒲巴 就是欧洲 美国 整件事都通了 就是因为封不了酒吧 酒吧才是 我们所说的 最容易身体接触的地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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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酒吧又不一定是搞的 你搞的人都会小心一点 防疫 现在酒吧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去 但是又很接触 親民很接触 我在这里 酒吧没得防疫 是的 好了 另一段新闻 在西贡的白纳湾 你都发现了一个火箭水片 火箭的碎片 应该是中国 河载人航天工程的碎片 没什么特别 就是沖了上海 就是很远的载人航天工程 因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应该都距离香港 不过它降落就不止是哪些位置 不是 是整流罩来的 就是发展了上去 不是有几个推进器 就是 砰一声就脱了 那它跌落的地方 应该是计算过的 应该是跌落大海的 那现在在大海上沖了上海 有河河 有大事 就是不是一单新闻 就是基本上很简单 但是因为碎片也很大 就是两米成几米 不然也认不出 也认不出 另外 港府也批评 美国国务院 发表声明 10月1日 美国国务院 就说 香港警察 任意拘捕 在铜锐环 拘捕80人 那件事 严厉谴责 港府就批评 你不应该干预 香港警察执法 这些也是中国内政 不要干预 那怎么说呢 那什么叫任意拘捕 我真的不需要特别说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是很清晰的 他们是否犯了法 不是任意拘捕 那美国现在正在做的 那些是否任意拘捕 即是不需要说的 那件事 永远都是出现 政治问题 他们发表这件事 是给自己的人去看 基本上 外国的传媒 大家都看回自己的国家 你会发现 总而言之 就是赌黑为白 赌黑为白 即是指鹿为马 赌黑为白 那天 十一日 是说了 是不发禁止你集会 他自己人相信便可以 他还要自己人相信 然后自己人 大家相信 美国的传媒是自由的 是什么 于是乎 这些事情 不需要特别的评论 因为很多事情 大家是深召的 而是很多相同的评论 已经出现了 我们不需要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就不要说 是的 另外昨天 陈茂波财政司长 就说了 发行新一轮的i-bond 就连息两厘 那这些是否得正 你觉得 i-bond从来都是得正 至少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即是说 有一件事 是 这些人算是政府包底 是 即是说 其实我经常都说 有一件事 是政府 至少你是可以抗通胀的 投资工具 是 即是说 我现在除了买楼 买什么东西 有一件事 可以保持购买力 这是政府有责任 去提供的 因为如果钱没有购买力 你 银行存款 可能没有购买力 或者是 那个叫做 楼不能保持购买力 因为可能会跌 股票没有购买力 不能保持购买力 究竟有什么 但也有一个客观因素 在保持购买力 那 i-bond 就是一个 很 切冲的方法 是有效的 即是 周显大师 作为i-bond 之父 我一定要说 你是i-bond 之父吗 你快去说 我不知道 有一天 我和陶瑾森吃饭 那时 就会想问 有什么 可以 帮香港 那时 你记不记得 中联版 是不是月期 2010年 2012年 是 然后我提出了几个东西 其中一个 包括 抗通胀的债券 即是i-bond 那时不是叫i-bond 没有 即是通胀挂钮债券 他就提出了 当时跟曾俊华说 他说他们跟曾俊华说 有民主党的形式 跟曾俊华说 就是我提出的 然后曾俊华又用了 所以实际上 提出i-bond 那个人就是我 哦 即是大家要小心注意 原来是这样的一件事 所以周显大使 就是i-bond 我也想到了 没理由以曾俊华的智慧 想得出这些好的东西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反对 因为由你作先途 所以不会反对 好 另一段新闻 昨天看新闻 社联又说了劏房的问题 说到那些人很惨 即是说 劏房的赤界 全香港最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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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